喜欢听规则怪谈全文的宝贝 先别划走 这是一篇9点6分的规则怪谈文 本文一更到结局 好了 证文开始 规则A 1 本宫誉为六人间配置 2 你的下铺和对面下铺是桌子 不存在摄友趴在桌子上睡觉的情况 3 熄灯后外出请锁好寝室门 但最好不要使用学校分发的门锁 4 天黑后确保寝室一直有人 如果人数不够或者超圆的情况下 请在熄灯前辨别哪些是你的摄友 5 如果22熄灯后在门外或者窗外听到查勤声 请勿再点到你名字的时候回答 6 请在熄灯前关紧门窗 熄灯后 无论听到什么声音都不要下床 7 如果你的摄友累了 他会直接趴在桌子上睡觉 欢迎来到规则怪谈世界 请您保持清醒 避免被他吞噬 我有个哥们 靠着在规则怪谈世界直播赚得盆满钵满满 正赶上世界开发者举办规则怪谈挑战赛 一个激动 我报名了 活着出来 我就是千万富翁 我飞搜的扫式墙上贴着的几条规则 沉思起来 显然七条规则给的不够全 应该还有隐藏规则 环顾四周 宿舍布局却是六人间无疑 我和对面的下铺都是桌子 在这些规则里 肯定有干扰规则 都是没有分辨对错的方法 那么很可能就会迷失自我 被他吞噬 没有说明通关要求 总之先活下去 躺在铺上闭上眼睛 周围几个摄友突然开始对话 兄弟们 你们知道吗 最近我又吃到一个新瓜 谁的瓜 求瓜 求瓜 你们别着急 我发群里 你们都打开看看 手机 寻找片刻 终于在一堆袜子里面 发现了一部手机 手机屏幕明晃晃的亮着 时间20点23 距离熄灯还有一个半小时 显然 社友们不是人 至少不是跟我一样的人 在规则出现的第一时间 直播间就炸锅了 这些规则看起来有些冲突 到底可不可以熄灯外出 又或者到底下铺桌子上 会不会有人睡觉啊 你别说了 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这到底是什么呀 网友的讨论 不时的传到我的脑海里 的确 第二条和第七条明显冲突 还有第三条和第六条 这明显有一条是个陷阱 规则 不仅对玩家有效 也对它有效 只要不触碰错误规则 那么它就不能对玩家造成伤害 局势还不太明朗 我叹了口气 我暂时没有再碰手机的打算 毕竟 在全部规则没有显露出来之前 盲目的动用这里的东西 可不是个好的行为 对铺的设友突然向我看过来 嘴角的笑意有些阴森 比面去不去吃饭 我们准备今天去吃烤肉 21点58 马上就要查寝 现在显然不是外出的好时间 我赶紧摇了摇头 行吧 这是你为数不多的 不参与我们之间的活动 那你在宿舍一个人小心点 有名设友正要开门 不好的感觉顺着我的后背蔓延 等一下 我大喊一声 天黑确保寝室一直有人 万一这规则中的人说的不只是玩家 还有一个人呢 我不敢赌 怎么了 那个 王一 我有点事情要跟你说 你今晚就别出去了 王一沉思片刻点了点头 好 那你俩早点睡 我们出去了 叮 在他们出去的一瞬间 手机整点暴时响了一声 同时寝室的灯也熄灭了 哼 我刚躺下 突然开门巨大声音响起 查寝的来了 不让我们出去 还美其宁约为了我们安全 说吧 王一在夜色中深深的看了我一眼 以查寝为参照 手机时间是完全吻合的 哒哒哒 外面的脚步声 总能让人联想到红色的高跟鞋 心里毛毛的 下意识的平住了呼吸 脚步声突然停下了 王一 抱 陈刚 抱 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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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叫你呢 你怎么不说话呀 王一这小子还想拎我 我把嘴壁的严严实实 这时候回答无意于找死 李念 哒哒哒 过了大概两分钟 那脚步声才渐渐忍去 漂亮 李念太稳了 吓死我了 你还别说 刚才我的心情和李念一样沉重 那一瞬间我都不敢呼吸 可恶的查寝老师 还想骗我李念哥哥 我听着这些声音 微微一笑 关键时刻 这些评论都不会显示 倒是这劫后余生时 能在脑海里略略听到一些 不管怎么说 还能在这恐怖的氛围里 稍稍让人舒心一些 哪怕死亡的威胁 始终悬在头顶之上 怪谈世界里 必须保证足够的睡眠 一旦出现倦意 很可能就被他所影响 从而丧失自己的判断 闭上眼 我听了自己 扑通扑通的心跳 努力的数着羊 终于沉沉睡去 再次睁开眼 外面天空还有些黑 摄友们却都在刷视频打游戏 打开手机 18.01 我急忙直起身 我这是睡了一天一夜 出门上个厕所 回来时 新的规则出现了 楼道中的大牌子上 红艳艳的几行字 像血书 规则B 一宿舍的镜子为私人物品 千万记住不要照镜子 二 不要随意和摄友打闹 也不要询问问题 但是可以闲聊 三 你的摄友都是同一个性别 如果发现异性 请马上驱赶他 四 如果你的摄友叫你陪他上厕所 你可以答应他 五 如果你发现你摄友在桌子上睡觉 请不要理会 在对方发现之前 躺下并紧闭双眼 六 如果你在厕所的期间 听到短暂的敲门声 请闭上眼睛走回宿舍 七 宿舍不能悬挂任何人物照片 如果摄友悬挂 请立即摘掉 并走出宿舍 我去 也不知是走廊冷的 还是这突然出现的规则 带来的不安感导致 我感觉凉嗖嗖的 快步回到宿舍 躺在床上 我不禁后怕起来 若是没有出门 错过了规则 又恰好违背了规则 况且这十三条规则 其中的矛盾实在是太多了 真真假假 不得不谨慎一些 嘿 哥们 一起嗨啊 这陈刚撂下了游戏 怪闹我 我只好对他露出了一个死亡微笑 逼他知难而退 不能随意与室友打闹 我还不至于陷进这么简陋的圈套 约我过了半个小时 王一走到我床前 陪我去上个厕所 看了眼时间 二十点零啊 好 我点了点头 随着王一出门 边走边盘点已有信息 现在可以百分百确定正确的规则只有 本公寓为六人间配置 查请时间为二十二点西登前 如果二十二点后 在门外或者窗外听到查请声 请勿再点到你银子的时候回答 不要随意和社友打闹 但是可以闲聊 隔壁直播间的二傻子 没看见规则就去照镜子臭美了 没想到运气那么好 竟然没事 可不 也不知道评论的显示规则是什么 但应该可以姑且相信 不能照镜子的规则有误 咚咚咚咚咚 一阵短暂而急促的敲门声传来 思绪回笼 第六条说听见短暂敲门声后 要闭眼走回宿舍 糟糕 来十没数不数 得靠着王一领我回去了 不知这家伙可不可信 我看了一眼厕所门口 闭上眼正要走过去 王一正热切的向我招手 一股心臭味扑灭而来 电光火时间 我的思维飞速旋转 不对 我睁开眼 一道黑影 疏地从我眼前消失了 我靠 真的太险了 咱们这么多人都没发现 理念是怎么发现的呢 或许是绝对的欧皇家成 若是不睁眼 怕是不知道会走到什么地方 我显显得松了口气 这可不是运气 十三条规则中 定有误导规则 目的便是夺人性命 目前经历的一切 对应得上的几条规则 都多多少少得到了验证 也就是遵守规则是安全的 而唯一发现的疑似为假的规则 也是违背了 却没有危害的照镜子规则 这个世界绝不可能这么美好 只靠遵守规则 不可能苟到最后 那么剩下的规则 嫌疑便大大增加了 涉及到寝室外的规则 只有规则必第四条和第六条 原起来就是 摄友要求一同上厕所 可以答应 在厕所听到敲门声 要闭眼走回宿舍 若君为真 那宿舍外 怕不是一片桃园圣地 比起保命的规则 这更像是 由摄友的引导 而开启的地狱之门 或许这猜测有赌的成分 但很幸运 我赌对了 又到了21点58 我看了一眼时间 准备躺下休息 不过在休息之前 得先看看摄友 1236 那算上我不就是七个人 在规则A中 可是有 请在西灯前 辨别哪些是你的摄友 这条 那个戴眼镜的小胖哥 一看这不是我们寝室的 分辨完了 so 我皱了皱眉 制定这规则要到哪样 分辨得出 分辨不出又如何 又没教我接下来怎么应对 转念一想 我似乎摸清了这规则的意图 首先 这规则出现在规则A的第四条 而第四条的前半段话 天黑后 确保寝室一直有人这点 在第一页已确定是可遵守的 对一般人来说 认为第四条完全正确 是下意识的推论 接下来 出现超元 即将熄灯 紧迫的需要分辨出多出来的内人 对外来者 我相信 本能的反应是驱逐 或许还会有玩家 慌乱之下指着外来者 在宿舍里问什么 他是谁 再说几声 立刻出去 我没忍住笑了一声 真会有这样的玩家吗 毕竟规则毕理 可是明确的写着 不要询问社有问题 就算没问出问题来 虚感着人 谁又能保证不会惹怒对方 或许 虚感的举动将解除规则 对人们的限制 那可真是羊入虎口 再无生还机会了 分辨完了就不用管了 爱咋咋地 理念怎么回事啊 谁知道啊 你们已经看出来多了个人 对什么不管啊 不会他认为这条规则是假的吧 这谁知道啊 听到网友们叽叽喳喳的声音 刚才的猜想又坚定了几分 我比了个心 又摆了白手 示意网友们不要担心 不一会 我的脑海里又嗡嗡嗡地响了起来 哎呀呀 炼哥真的是我的神 他怎么预判到的 你们看没看见 隔壁直播间那些成乐 看见那些眼睛胖哥之后 非要赶人家走 社友一起劝他 他还是不同意 结果太可怕了 呜呜 头都被咬掉了 几个社友一起上的 楼上的 别说了 我有心理阴影了 也不算多牛吧 林一哥哥不也一样猜到了 他明明就是睡死了 忘了这茶 手机冰了一声 灯灭了 脑海里的声音 也一下子消失干净 挨过茶请大娘的夺力连环 扣后 我慢慢睡去 突然惊醒 寝室里还是黑漆漆一片 手机屏幕闪烁了一下两点四十四 这数字 不太吉利 我迷里呼呼地想 我周围有个人影 晃晃悠悠 不知道在干什么 我瞬间清醒过来 李念 陪我去上个厕所 是王一 脑海立刻检索出相关规则 请在西灯前关紧门窗 西灯后 无论听到什么声音 都不要下床 如果你的社友叫你陪他上厕所 你可以答应他 终于忍不住出手了吗 看来他这两天也饿得够呛 没如你愿把自己喂给你 真是好对不起啊 可以答应又不是必须答应 这时候必须苟住啊 心里叨叨叨 面上不显分毫 紧闭双眼 匀称呼吸 感觉王一的目光 像冰冷的蛇在我身上揉走 等了两分钟 但如有实质的目光消失了 我松了口气 下一刻 一变抖声 一双手向我伸过来 拽住了我的腿 不是吧 我可是无论如何都不能下床 这人还要把我硬拽下去不成 我死命抓住床边防护的栏杆 他的力气大的惊人 和看起来瘦瘦弱弱的样子 完全不服 手心出汗了 要撑不住了 我感受到身体不断地向床下滑去 任凭我使出吃奶的力气 也丝毫无法逆转局势 不可能是无解的 无解的游戏便失去游戏性了 绝不能死在这 对了 对了 我拒绝 声音不大 但此话一出 他的手松开了 怨恨的瞪了我一眼 他终于一个人出去了 劫后余生 身子有些发软 再晚几秒 我都不敢想等着我的事 什么样的结局 暂时是睡不着了 来这么一下 换谁不得突突一会 索性借着这个劲把规则里 变 目前 空间上有寝室内外 时间上分天黑前后 吸灯前后 根据规则A 天黑后 确保寝室一直有人 吸灯前关好门窗 吸灯后外出需锁门 且最好用其他锁 吸灯后不要下床 吸灯后 不接茶情的点名 也就是外出锁门这条唯物 无论摄友是否趴在桌上睡觉与否 都没给出对应措施 因此趴桌子睡觉的 是不是摄友 其实无关紧要 根据规则B和已知信息 镜子可以照 虽然我不太想照 所有时间内 均禁止与摄友打闹以及询问 平时摄友邀请去厕所 可同意 吸灯后邀请到拒绝 他桌子室友当没看见 紧闭双眼 旅类也不矛盾 暂且并真 所有时间 宿舍不可悬挂人物照片 有则摘掉并出宿舍 思路清晰了一些 心情也平静了许多 沉沉睡去 博主玩怪谈提醒你 玩怪谈装更新怪谈100年 喜欢就快来找我吧 再次睁开眼 还是熟悉的18点01 又是一觉睡到傍晚吗 李念 你醒了 我还刚想叫你呢 我们想去超市买点东西 今晚准备 在寝室吃火锅 你跟我们一块去吧 时间还早 这次外出 或许是规则世界地图的扩张 行 咱们早去早回 刚要出宿舍楼 楼门口立着的黑板 率先吸引目光 好家伙 原来是新规则在这等着我 规则C 1 每天你都会自动醒来 千万不要被摄友叫醒 如果你是被他叫醒的 你也不要搭理他 2 过了午夜12点 请不要与摄友说话 3 如果吸灯后有人敲门 无论你的摄友做出什么 都不要理会 4 寝室是绝对安全的 5 如果你的摄友在谈论一些 你听不懂的话 这个时候你可以攻击他们 放心 他们不会还手 6 不要尝试对抗他 他特别强大 不是你们可以对抗的 7 本寝室公寓 最多只可以存在7天 7天期限已到 务必从此门口离开 不可逗留 不可提前离开 本寝室规则已经全部列举完毕 祝各位同学们安息 他是谁 不过 这个规则处处透着狗子的精髓 对叫醒后的不搭理 12点后的不说话 吸灯后有敲门声 对摄友行为的不理会 不准背负他 唯一具有攻击性的规则就是 可以对说着 听不懂的话的摄友进行攻击 这期间的可信与否 还无从判断 但直觉上 我认为这条攻击摄友的规则 嫌疑最高 李念 看什么呢 快出来买东西啊 我等会儿 肚子不太舒服 你们先去吧 我们等你啊 上完厕所一起去呗 搁几个就要齐齐整整 下次再说吧 我这一时半会好过了 从他那急迫的想 带我出去的举动 我判断第七条规则应该为真 寝室内绝对安全 那在寝室里问摄友问题 还有看见趴桌子同学之后 不无事 不闭眼这些行为 没有问题吗 连想到照镜子无恙的传言 我一惊 不是没有惩罚 也确实是绝对安全 看似迷惑与矛盾的发言 正式提示 现在 这规则与世界出事广播的 请保持清醒鲜明的交织在一起 看似没有惩罚 实际上会减少精神值 累积到一定程度 便会浑浑噩噩 被规则世界吞噬 好一个温水煮青蛙 又出新规则 我脑袋都快炸了 你看 本寝室规则列举完毕 七天之后 估计还有其他新区域 新规则 心疼李念哥哥 我光是看直播 都心惊肉跳的 一堆堆规则 绕也绕晕了 等待摄友回来的时间里 我听了听评论 青菜 肉卷 火锅料 小蘑菇 要不是地方不对 还真有点馋 你们挑选的我都喜欢 赶紧敷衍两声 突然看见 前面几条腿里有穿女鞋的 一抬头 是个漂亮妹子 帅哥们 你们好 我叫小莫 是俊哥把我邀请来 陪大家一起吃饭的 妹子还对我抛了媚眼 我要干什么来着 我上前接过食材袋 放在一边 妹子陪着吃火锅 真好 说不准能谈个 别爱啥的 念哥表情不对 念哥 你清醒点 念哥 回过神的时候 那妹子还冲着我甜甜的笑 这汗毛瞬间竖了起来 我赶忙闪身 往后退了几步 异性 虚嘎 我们不需要陪酒的 请你出去 哎呀 帅哥 你别这么说嘛 你们几个大男人吃饭 有什么意思呢 呦 我还能比你们带来快乐 我是帅哥 在探直播的观众 大大每一位不比我帅 哈 趁他发愣 我直接一把抓起他 从宿舍门口扔了出去 防患于未然 鬼知道 待会他会做出什么事情来呀 这群摄友 真不让人省心 这小莫 好像自带魅惑系统 幸好观众大大的吼声 震耳欲聋 小莫是赶走了 但众人的气氛有些压抑 好吗 我打个圆场 今晚应该是我们之间 最后的晚餐 所以我认为 突然来个女的不太好 可是你也不用这么暴力的 直接把她扔出去吧 摄友们越来越像是真正的人了 这应当不是错觉 吃着火锅 闲聊着 气氛放松了不少 燕哥 燕哥 一世界火锅好吃不 能听见的话回答一下 是啊是啊 我都馋了 我默默点了点头 又加了一口小青菜 吃完火锅躺在床上 已经21点55了 默默的等了五分钟 灯啪的灭了 但是熟悉的脚步声没有响起 今天搞什么幺蛾子 2点05 陈刚 抱 李念 李念 刚要回答 我狠狠地捂住了自己的嘴 这个怪谈太可恶了 狠狠地利用人性的弱点 听着外面查琴老师的脚步声 逐渐变远 放下手 放心地呼出一口气 转身朝着墙面继续睡觉 明天还不知怎么折腾呢 李念 起床了 你怎么还在睡 又来 我能搭理你 我是小狗了 我睁开眼睛 身子还是对着墙 这一次次的突然袭击 真心让我提心吊胆 沉默 是我温暖的康桥 每天起床第一室 去厕所放水 今天回来 竟然发现社友在聊天 只不过说的语言 好像不是汉语 也不是英语 如果你的社友 在谈论一些你听不懂的话 你可以攻击他们 放心 他们不会还手 打住打住 虽然怪谈很可恶 但此时还是不要轻举妄动 可以攻击 不是必须 狗住 不过他们所说为何 多亏了进来之前 还学过几种不同语气的小语种 我仔细辨认一阵 发现这竟不是任何一门 我接触过的语言 我有理由怀疑 这是这个规则世界自己的语言 六 不要尝试对抗它 它特别强大 不是你们可以对抗的 这条规则冷不丁地浮现在脑海 哈 是不是代表着这个世界的意志呢 所以才强大到 对我们玩家所能对抗 而一直以正常人类的形象 出现的摄友 突然说起怪谈世界的语言 我不得不怀疑 这些人是否在此番时刻 短暂地担任着世界意识的化身 陈刚的背后 两双眼睛缓缓张开 以疑惑的目光望向我 什么情况 我连忙错拍视线 我的意志是否已被污染 抑或是那眼真的存在 我无法判断自己的精神状况 如今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等待七日之期到来 当晚 查浅阿姨又来到了 陈刚 抱 李念 抱 21点58 阿姨第一次在西灯前点名 给个面子 22点0 现在已经过去四天了吧 还剩下最后三天 一定要挺过去 清晨 咚咚咚 一段急促的敲门声 粗暴地摇碎我的梦境 各位玩家 七天期限已到 你们可以离开了 脑海里传出来一道声音 七天时间已到 我记得 今天好像才是第五天吧 陈刚背后那两双眼睛 又缓缓浮现在我眼前 我自认还算清醒 没被背过什么规则 叫也睡得蛮香 按理说 不可能连在这待了几天都数不清才是 世界提示 七日已到 我不信 我看就是骗着精神值下降的小傻瓜 出门去死 眼瞧着日落西山 寝室外传来凄厉的惨叫声 啊 果然 我闭上眼 开启新一轮睡眠 我靠 这都20点58了 怎么没人叫我 我这是一觉睡了多久 习惯性地打烂环境 我和对铺摄友中间 竟然悬挂了一张照片 宿舍不能悬挂任何人物照片 如果摄友悬挂 请立即摘掉 并走出宿舍 可是照片上是一只猫咪 绿色的毛子 悠悠地透出无机智的眼光 无论我从哪里看 那眼光似乎都紧随不放 猫咪算不算人物呢 不过 我记得猫咪能屈膝来着 一抬头 正对上辰刚那诡异的笑容 下一秒 那诡异笑容瞬间收了回去 变成了正常笑容 好小子 在这下套呢 我恨不得立刻打这玩意一顿 对了 规则没提到正常情况下 对摄友的袭击 是不是意味着 老子可以干他呀的 不过现在当务之急 是决定这照片的去留 离锡灯还有一段时间 由我前前考虑一下 规则中是不是 还有哪些没有发现的信息 这几天来 我始终相信着 熬过七天 便能顺利结束寝室怪谈 到现在 我不又认为自己太过天真 太简单了 确实太简单了 这不正常 目前看来 规则中直接以误导方式 还有杀鸡的 便只有出门上厕所的遍眼规则 对奇怪摄有的攻击规则 但凡细心之人 未提到通关的方式 所以 熬过七天 真的能结束吗 来之前 哥们告诉过我 一味的遵守与臣服 一定会出问题 我却信 一定有某些规则 只有违背者 才能最终握住一线生机 或许 我会与他产生冲突 的确 现在的我 手无腹肌之力 正面对抗 绝无胜算 可这并不意味着 我没有可能 摄友们绝不可能与我为伍 如果吸灯后有人敲门 无论你的摄友做出什么 都不要理会 摄友要做什么 夜半敲门声 究竟来自谁 摄友为何悬挂地鞋照片 或许 摄友在怕 这照片 或许是对付门外之人 毕竟 怎么看 摄友与门外人 都不该是一个阵营 此时此刻 敌人的敌人 就是朋友 宿舍内绝对安全 摘下照片 需要走出宿舍 现在去摘 我怕被什么东西守门 赌一把了 若是今晚出现敲门声 撕下照片 过去开门 若是错了 那便认了 我里面 绝不在沉默中 自取灭亡 顶着照片的凝视 我强迫自己闭上双眼 公然违背规则 我不知道 等着我的前路如何 心下忐忑 哒 哒 哒 21点50 看来他已经放弃了 使用查勤老师诱导这个方式 里面 抱 陈刚 抱 查勤老师的脚步声 逐渐消失 我闭上眼睛开始休息 这几天里 我已养成了浅年的习惯 现在只需要等待 晚上的敲门声 午夜 咚咚咚 敲门声 陈刚那个位置 有稀稀苏苏的声音 夜色中 一道微弱的光芒闪了一下 陈刚下床了 好像要去开门 准备 我假装翻了个身 紧紧地盯着陈刚 逐渐靠近门口的背影 幸好 他背后那两双眼睛 没再张开 趁着陈刚开门的瞬间 我一把扯掉的猫咪照片 翻身下床 猛扑到他身上 对着他的脸 就是一拳 里面 你干嘛 过了午夜12点 请不要与社友说话 我一拳一拳地 另一边 直播间人数飙升 我去 念歌这是干嘛 这么勇的吗 念歌威武 想打你好久了 拳拳到肉 好不爽快 只可惜 其他社友陆陆续续醒来 开始说起奇怪的话 只好停手 门口站着个女孩 当着女孩的面 我把照片撕的粉碎 你来了 我有东西给你 我抬了抬下巴 示意他继续说 还挺谨慎 门外的女孩吐了吐舌头 我叫小青 刚才开门那一刹那 我感觉自己意识有些混乱 但是那照片撕下来后 一切就正常 看来我赌对了 这张网密照片 就是用来克制外面 这个小女孩的 这就是她所害怕的邪碎 错过今晚 小女孩定会被陈刚杀死 生路也变断了 她果然很聪明 一环扣一环 环环相扣 我是过来给你送道具的 我点点头 这是一把特殊的能量枪 只有一发 用完就会消失 你需要找到真正的她 我就只能说这么多 再见了 小青说完就消失了 有点意思 这个怪谈世界 果然不全是她的爪牙 通关条件渐渐明晰 既要熬过七天 因为不可提前离开 又要处理掉她 我默默回到床上躺着 几个摄友 全都暂时放弃了睡觉 李念 你打我干什么 你为什么要打我 对呀 李念 你干什么打成刚啊 李念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你好好的做什么打成刚 就是啊 这件事就是你的错误 这个时候我就不得不说 一句公道话了 李念 这件事确实是你的错 宿舍里的五个人 轮流发起语言攻击 站在道德制高点上 开始指责 但我只能一声不吭 过了午夜十二点 不要与摄友说话 几个摄友见我没有反应 也是转变策略 开始蹬鼻子上面 李念 我心醒的心醒 小不忍则乱大谋 看来这能量枪 就是克制她的关键 否则她也不会这么容易动你 夜晚秋晨 在陈刚等人的谩骂声中消逝 有点好奇 难道他们不会累吗 不会渴吗 不会困吗 实在磨顶不住了 我还是睡了过去 反正我不触碰规则 他们也只能干着急 十八点零二 准时醒了过来 这几个摄友 全都在瞪着眼睛看着我 我便帅了 开玩笑开玩笑 出去上了个厕所 最后一晚了 坚持下去 二十一点五十 李念 我们准备出去了 你自己一个人在宿舍吧 天黑后 确保寝室一直有人 我现在即使邀请他们留下一个人 恐怕也没有人愿意答应 所以 别怪我不客气了 就在王一即将出去的时候 我一把拉着她肩膀 顺势把她甩了回来 然后一脚踹上门 把门从里面反锁 防止多声势端 我脱下她的外套 将她反绑起来 又用袜子塞住她的嘴 嗯 嗯 好落 我打开门 把几个摄友放进来 然后一个个绑了 塞了嘴 看到他们这个样子 我露出了友好的微笑 但是这个笑容落在他们眼里 可能就不太和善了 二十一点五十九 最后一页 决胜时刻 哒哒哒 李念 在熄灯前最后一秒钟 外面响起了查琴老师的声音 查琴老师叫完我的名字 正好是二十二点整 这时候答与不答 均是死路 在怪谈世界中 所有人都要遵守规则 哪怕是最后一天 他实在是太聪明了吧 这个时候念哥 哪怕答不答都不行 因为他是距离二十二点之前 最后一秒钟点的名字 而念哥要是答的话 就是二十二点后了 鬼知道会不会有影响啊 没事 我明天相信念哥 我伸手缓缓打开寝室门 支钮 查琴老师慢慢地 打开了寝室的门 但是迎接他的 却是黑漆漆的枪口 哼 查琴老师愣住了 直播间的观众也愣住了 你怎么 愣出我的 查琴老师语气微弱地问道 很简单 规则怪谈世界 每个人都是这里的一部分 但我们两者之间 只有一方可以活下去 我在怪谈世界里面 受到规则约束 想必你也应该受到规则约束 但是你总不可能一连不路吧 陈刚他们已经被我打了一顿 以普遍理论而言 所谓的他 应该不是可以被我们这些 普通人的肉体接触到的生物 要不然的话 小青也不会被我能量抢 你说了 到了寝室公寓门口 踏出门去 夜深人静 月明如晝 灵灰遍地 外面愈发冷冷清清 遥遥望去 公寓旁边的花草树木 隐隐着着 分外萧瑟 砰 回身一瞧 寝室楼已被大火包围 熊熊烈焰 发着耀眼啄目的光 恭喜玩家里面通关怪谈世界 即将回现实世界 您将迎娶千万大奖 出怪谈世界以一月有余 复了的日子的确舒坦 时不时直播一场 之前的老观众也都会来捧场 当然 是正常直播 不过昨天 我突然收到了一张邀请函 希望我参加下一场挑战赛 时间是 明年3月5日 未来的是 未来再说 我先带着哥们 吃火锅去了 一世界同款 正文完 看